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要逼大家冒险群聚吗 难道是为了一个人的面子逆势而为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欢迎将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太 大家好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大家平安 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在确定最重大的消息 就是新北幼儿园的基因定序 结果出炉真的是Delta变种病毒 本土的病例有7例都在新北市 那这本土的案例这7例 大概就包含了 大概在昨天主要是幼儿园 这幼儿园里面有扩张 那一个到社区 所以在社区里面 包含昨天大家也知道 那会麻醉的人员 那还有这个 大家都讲是有一个埃及的人 那还有在家里有另外有一户的人家 所以在这个社区里面 那总共大楼这里面 有6个人是确诊的 那所以我看台北新北市 现在也进行相关的清空 那我们这边也准备 在400间的集中检疫所 来配合使用 好 今天新增了有7例 全部都在新北市 除了有一个人 他是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被筛检出来之外 其他都跟幼儿园的群聚感染有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是被谁给传染的呢 现在比较怀疑说 是不是有可能是 这个埃及回来的爸爸 他是传染给大家呢 但是现在也还都不能够确定 好 所以它是一个 这个境外移入的案例 但除此之外呢 包括了可以看到小朋友呢 是有两个阿嬷 是因为去看望孙子结果被传染 这是让大家最担心的情况 因为小朋友如果传染给祖父母的话 其实这个染病率是非常高的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是一个小朋友的同住的家人 也是一个新增的个案 再来呢 昨天说 这个台大的麻醉护士 他的足迹 今天说还有去过花莲 那么跟他一起有接触的两个邻居呢 在今天也变成了确诊的个案了 所以这个社区呢 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要来清空将大楼的人 全部都送去集中检疫 目前正在筛检当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人被裁剪呢 居家隔离有1013个人 自主健康管理49个人 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排除掉这个埃及爸爸 因为他算是境外移入的个案之外呢 也验出了有22例的阳性啊 目前总共这个群聚员感染 是有23例了 会不会继续发生呢 大家都很担心了 好 那么新北幼儿园的基因定序 真的是Delta变种病毒 让大家都吓坏了 问题是啊 这个人感染的这个Delta变异株啊 和先前长荣的基石 竟然还不同的来源耶 所以说到底这感染源是从何而来呢 会不会是埃及返台的爸爸呢 陈时中部长说 目前还无法判断 而且有可能会找不到源头 立文啊 所以Delta变种病毒是不是其实早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社区了呢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嘛 因为看起来以这个时间上面来讲 也的确跟基石大概是不同源头的 那传染到这边也不知道它已经是第几代的传染 到底是从哪一个破口 那么因为从Delta在全世界各地 它的高传染率 传染的能力非常的强 让大家瞠目结舌 你不要看美国 美国现在虽然很普遍的大部分都打了两剂 但现在确诊率又飙高 而且呢又出现了 很可能医疗资源又会再度的崩解的危机 所以真的不能够大意 我们来看一下陈时中的说法 基因的定序确实是Delta的变异株 那不过呢 我们也比对了 在这个国际航空师的Delta 跟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园的Delta 有实力的 它的在Delta的病毒的序列不同 那基本上大概可以说 这是一个不同的来源的群聚 对于就是Delta这样的入侵社区 我们什么样的状况下 会来宣布升到三级警戒 那我们有我们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是控制的相当的好 那另外当然有更新一波的疫情 或这波疫情没有办法控制住的话 那当然考虑会升级 是应该升级让疫情控制住 还是控制不住了才升级呢 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来想想看 因为这次果然就是中奖了 确定这一次幼儿园的群聚事件 的确就是Delta大魔王所造成的 果然它的传染力也是非常强 而且也出现了穿透型的突破型的 因为也是有幼稚园的老师 其实是有打疫苗的 那么陈时中就说了 好确定是Delta基因定序 也确定跟机师是不同的 好那所以呢 现在到底要不要马上升三级呢 陈时中说不考虑 除非有新一波的疫情 或者是这一波疫情无法控制 所以现在这波疫情到底是控制了没有呢 还没控制 那控制得了 控制不了呢 不知道 如果控制不了的话就要升三级 如果有新一波的疫情 也可能会升三级 那其实算不算另外一波的疫情呢 可能它现在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比较多的传染力 所以陈时中现在采取的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态度 不想要轻易的升三级 因为毕竟我们才刚刚降回二级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呢 这些Delta跟Alpha有什么不一样 Alpha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造成上一次3加11破口大传染的 是来自英国的变异株 那反而呢 现在已经算是比较容易控制了 现在也都控制住了 可是接下来就是与机师相同定序的Delta 因为呢 有专家 有这个医学界的专家 在这一次出现了染疫的情形 就是幼儿园染疫的情形之后 就开始分析有什么样的不同的scenario 最好的scenario就是还是Alpha 可是现在已经确定不是了 那如果是与机师相同的Delta 那就是起码传染源是清楚的 是机师带进来社区的 可以考虑重回三井 但是最糟的scenario是什么 最糟的情形就是 是Delta 而且跟机师是不同定序的Delta 结果现在证明了 就是最糟的这个情境 那就表示Delta早就入侵社区了 而且感染源是不明的 已经潜伏了很久 那么疫情是不是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呢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限度的匡列嘛 虽然这次已经把匡列的范围尽量的扩大了 但是在没有普筛的情况底下 是不是还有隐藏的传染链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所出现的 就是板桥社区爆出六个确诊 所以这栋大楼有四百个居民 马上立刻清空 全部入住集中检疫所 而幼儿园的群聚也已经累积达到了 二十三例了 所以疫情的确是已经快速的在升温升高当中 到底要如何能够把它有效的控制住呢 这恐怕是现在最重要的关键黄金决策旗啊 那么侯友宜 新北市长就马上当机立断 禁止内用 好 所有的餐厅在新北市禁止内用 也关闭了所有的公有场馆服务据点 包总共七天 因为Delta传染力太强了 现在的传染源又不明 所以为了不要让疫情扩大 必须还是升到准三级啦 这是只有新北市的部分 但是呢 你看李秉颖的态度 也就是防疫中心 指挥中心的态度似乎是180度完全不同 那李秉颖一世的态度是说 大家过分的恐慌了 我们现在是过分的恐慌吗 因为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政府还怪我们人民不够恐慌啊 怪我们人民对不对 皮绷的不够紧啊 可是李秉颖又说我们太紧了啊 到底是紧还是松呢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啦 李秉颖一世说我们过分恐慌 疫苗的效率证实是不够的 所以呢 口罩就是我们台湾另类的疫苗 所以我们的第二剂原来是口罩 第三剂还是口罩 第四剂还是口罩 你一天戴两三层口罩好了啦 所以他说不必担心守不住 哇 台湾口罩也太强了吧 好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人戴口罩都守不住 打了两剂疫苗也守不住呢 好 你看到呢 当呢 蔡英文在她的脸书里头 PO了很大 写说新北市的幼儿园疫情 也有网友非常的敏感说 为什么要特别把新北市 弄这么大字 是新北市的疫情 那中央严密戒备呢 但是呢 蔡英文在她的脸书里面说 大家要落实防疫 不要抱侥幸的心态 所以总统觉得是老百姓松懈侥幸啊 啊 李冰颖医师说是老百姓太紧张啊 我们到底是太紧张还是太侥幸了呢 请总统跟医师先想一个共同的答案啊 不然我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 好 我们再来看 新北市幼儿园里头的这位教师 他非常的自责 他呢 被幼儿园呢 因为他确诊嘛 所以他很自责说幼儿园居然被猎污了 而他本身因为长期有过敏 所以出现很纤维的症状 他还以为只是一般 他平常的过敏 所以呢 拜托政府 你赶快联清感染源是谁嘛 还给我们幼儿园一个清白吧 幼儿园真的不是故意的 真的没有特别疏忽 但是还是传染了 当然现在也有人在问 是不是从埃及回来的爸爸呢 但是其实也不用再想了啦 因为陈时中说 可能就是找不到源头了 所以不需要急着猎污了 也不需要急着是说 到底是谁害我们大家的了 现在应该是想说 接下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可以做好防护 让Delta不会全面的入侵台湾 没有疫苗 那真的只能靠戴口罩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现在Delta是濒临沉下了 那不是应该赶紧来调整防疫的措施吗 不少人建议说 应该赶快让全民打两剂 是最保险的 不过陈时中部长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尽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尽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包括全民每一个人都打两剂 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你买又买得少 炒又不去炒 吹也不去吹 所以疫苗也不够 一连串的这个错误的政策 然后你跟大家讲说 两剂啊两剂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的任务你下台嘛 就要认为可能能上来嘛 你把整个台湾两千三百万的健康 当成什么 那不可能就是摆烂的意思嘛 就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他的态度 每一次就是很皮的样子 那一副不然你要怎么样 不然你就下台嘛 坦白讲这很清楚的 没有看过那么不要脸的政务官 全民打两剂啊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呼吁 但是指挥官告诉大家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网友就说你一直不买当然不够啊 到底是谁在嫌疫苗太多打不完了呢 拖到现在竟然还敢说不可能 9月1号的时候指挥官说 指挥中心清楚二三剂的重要性 因此呢明年啊 大家等一等 明年打第三剂不会有问题啊 而且第四剂已经在着手准备当中了 可是我们现在要的不是明年的第三剂 是今年的第二剂啊 好那么是不是真的要靠老百姓 用气质来打败叼耙变种病毒呢 我们看一下美国 美国现在57%的人打了第二剂了 日本是42%的人打第二剂 新加坡也有80%的人打过第二剂了 立陶宛也有57%啊 怪不得可以捐疫苗啊 波兰是50% 只有看到了我们中华民国 4.21%的人打了第二剂 也就是不到5%的意思耶 亚洲的平均是29% 全世界的平均是28% 为什么我们是这么样的后段班呢 指挥官说啊 你看看有部分的族群啊 是没有列为疫苗接种适应症的 比方说像是12岁以下 是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啊 那么也有一些部分族群 他们是坚持不肯打疫苗啊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有人不肯打疫苗 所以我们的接种率才这么低吗 可以这样子这个把责任都怪罪 你不肯打疫苗的人吗 这些人真的很多吗 高精素美委员就说了 年轻人重症的几率其实是很低的 打一剂的BNT疫苗 恐怕意义也不大 他建议应该要让啊 已经打了第一剂 AZ的中高年龄族群 赶快混打BNT疫苗啊 才可以减少死伤 也不只是为了保护 这些中高龄的族群 而是为了避免我们的医疗会崩溃啊 好 Delta来势汹汹啊 很多国家都在追加第三剂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抛出说 赶快全民打两剂的说法 但是陈时中竟然告诉大家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费委员 先前不是才信誓旦旦的说 第三剂没有问题 第四剂也在筹备中吗 但是现在怎么变成第二剂 是不可能的任务呢 我们不是给了政府很多的预算 来采购疫苗吗 刚才我们看到 有两位被采访的人 其中照常讲说 下台你说没有能力办得到 就下台 到底就那么简单啊 主则人刚才讲说 我们第二剂啊 施打的比例是4.21 但是这4.21里面是有学问的 我先跟大家报告 这4.21啊 第二类的官员是45% 当然第一类的医护人员呢 我们不怪他是76% 这样子下来才4.21啊 你知道我们75岁以上的这个人是 才2个%而已啊 这些4.21是被第二类的人给称高的 实在是很丢的啊 我们远的不讲 说现在讲第二剂是天方夜谭 我们远的不讲啊 想想看啊 当郭台铭他们要买的买买买送给政府的时候 政府冷嘲认痛 后来总裁同意了 持续 他们也是冷嘲认痛就挡啊挡啊挡啊 好等他们三个1500万剂都都确定了 好要送给政府 这时候工商团体 我跟立委我们很清楚 工商团体跟国民党几个县市长 要买五百万剂 当天都跑到卫福部 跟卫福部的市长约好了 接到沈荣卿的电话 不敢买 当时这样说够了够了 你们不要再闹了 意思就是这样闹 郭台铭人好意 到了德国去催货 顺便跟德国讲说 你帮台湾留下三千万剂 明年 结果陈思忠他怎么说呢 陈思忠说 觉得量太多了 我不知道陈思忠到底 在想什么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反映给卫福部 说这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们当然打不到疫苗 可是他家里的小孩 举例像幼儿女 家里两岁三岁四岁 小朋友不能打 那个爸爸妈妈 他们觉得我们打 小孩子就不会被感染 卫福部就是说 就是说够了 就是说要等 等到现在 幼儿园事情发生了 年轻的爸爸妈妈 前天又发一个简讯 她说你们 拜托你们去帮我 要求帮他们打疫苗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说很简单 陈思忠蔡英文 就是让疫苗不够 逼着你去 不让排队去打高端 这就是他们的道理 所以陈思忠你真的很丢脸 也说打第二剂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你做不到你就下台 对 事实上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只会刚告诉大家说 打第二剂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是听了真的很心酸吗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各国都在打第三剂了 然后一切告诉大家说 面对Delta 如果你只有打一剂疫苗的时候 根本等于是白打 因为这没有用嘛 挡不住Delta变种病毒 美国的佛奇宣布 美国追加第三剂 以色列已经开始打第三剂 25%的人都打到第三剂了 可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还是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的政策 要继续让大家来扩大 第一剂的这个接种率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这样的这个接种的政策 是有点好像在逆世界的潮流吗 这个刚刚提到 这个蔡英文总统又在甩锅 第一个就甩新北市 因为你侯友谊民调太高 第二个就讲说 你们民众都没有好好的 这个自我来健康管理 请问现在公车上 捷运在马路上走的 在公园里面散步的这些人 哪一个人没有戴口罩 哪一个人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这是第一点 所以又是甩 都是你们老百姓不好 你们不好 不是我疫情指挥中心不好 不是我政府不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打两剂有没有用 我们可以看出来 好像有点用 这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的长龙的机师 他们都是染疫的 而且证明是data 但是他们都打过两剂了 好像就没有再传出去 反而是幼儿园 那么过几天 我相信未来这几天 因为他的传力太强了 那么我们可以预测 未来几天 还是会幼儿园老师家长 还会再往下传 所以最重要还是疫苗 还有呢 有的人说 说这个年轻人啊 感染症状比较轻 错了 他们的后遗症就是什么呢 就是肺的纤维化 肺的纤维化是什么 影响他的心肺功能 第一个 他的吸收 肺纤维化以后 吸收氧气就不足 不足怎么办 你的心脏就拼命地 要泼出足够的血 到我们全身去 所以呢 这个 怎么样子让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小朋友 特别是小朋友 怎么样子能够尽快地 能够锁得住 不要把这个 带到这个家里 带到其他的小朋友 还有带到高龄者 我就是那个百分之 75岁以上 那个百分之二的那些人 这百分之二 所以我还没有第二季啊 所以呢 最简单一句话 就是疫苗 疫苗 疫苗 我们是讲了多久了 他就是不要有疫苗进来 这是很明确的 这个是政府失职 这个要国赔 因为现在所有的 将近一千万人 打了第一剂的 就等于白打了 只有那个 第二类的 那个百分之四十五的人 他们是OK的 打了第二剂 有没有功效 是有某种程度的功效 你可以从各国来看 但是要第三剂 甚至要第四剂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们说这个新北市 我们最近都不是可以内用吗 我请问内用这些人里面 都照规矩 有哪一个人因为内用难易了 我不是说将来完全不可能 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人难易了 我们每天早上在公园里面散步的这些 最主要早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我在这个北投站旁边的那有三个公园 北投公园 七星公园 还有复星公园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不戴口罩 而且就跳舞啊 打太极拳 都自动都隔开了 前一阵子这个比较没有人去搭捷运 对不对 你看搭捷运怎么搭 自动就是 连我跟我老婆都自动把它分开 不是不喜欢老婆 喜欢 借机的 所以呢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疫苗 疫苗 疫苗 然后你要 不过这次还不错 这个新北市就准备好 那么多的病床 那不要像上次一样 都叫亲战人回到家里去 然后呢 就快乐缺氧而死 我们还正在提高 我这不提了 这是题外话 这是政府该作为而不作为 还有高速的 氧气的 这个笔管的这个套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救命生气 这个都是你政府要准备的 你没有准备好 那往生了 那是不是应该国陪 对不对 好 谢谢 不过署长的第二剂 好像要来了 因为有好消息 疫苗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的6.4万剂 AZ疫苗 9月7号到货了 9月8号 91万剂的BNT疫苗 晚上要抵达台湾了 台积电的董事长 刘德英 忍不住跳出来呼吁说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希望政府赶快做好 让大家打BNT之前的 这个检验了 赶快开始打疫苗吧 陈生中部长就回应了 他说因为是 MRNA疫苗 检验至少要花14天的时间 BNT的标准品 寄来又比较晚 但是我们不马虎 检验加上解冻时间会加长 可是我们会好好的来检验了 真的要检验这么久吗 我们看一下 以色列跟韩国 不是有交换了 极其的BNT疫苗 70万剂吗 韩国政府立刻批准 紧急开打 7月7号送到韩国 7月9号 立刻开打 为什么人家只要花两天的时间 是因为对以色列特别放心吗 我们是对德国不放心要检验14天吗 好 那么市长英大使告诉大家说 他根本胡说八道 因为我们所有的疫苗 上面都有一个indicator 我们的所有的卫生所 你去看那个玻璃柜里面放的是疫苗 上面就有一个贴的一个indicator 颜色变了 所有的疫苗就通通去丢掉 所以这个整个的箱子里面 就有这个indicator 这个能量够不够 所以只要能量是够的 没有任何的疫状破损 两三天就可以了 他就是故意要拖 拖成20天 他就是不肯让你们赶快打BNT 就是这么一句话 没有别的理由 所以这个署长的指控就是说 就是故意要让大家晚一点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谢大使有话要说 来看一下 他说你看看 这个台日建购的提供的模式 是正确的 当时去谈购买或是权力转让 都发现要花很多的时间手续 很复杂 民间向德国采购 至少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日本捐给我们疫苗 一个礼拜就可以到货了 我们一直向日本要 会不会不好意思 这个是谢大使的自问自答 所以他就自己回答了 他说台日的急难救助 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模式了 五月份就曾经以书面来说明 九月可能会不足九百万剂 请求日方支援 因此日方就依照他们有的现货 跟他们的疫情判断 来陆陆续续提供给我们疫苗 好我们不用担心 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善的循环 是美好的互动模式 所以说不要买疫苗了 为什么 因为太久了 日本捐给我们的疫苗很快 一个礼拜就到货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所以我们要谢谢谢大使 因为他不但让我们很快拿到疫苗 而且还不用花钱 不晓得为什么 这些姓谢的大使 我都很讨厌 那你可以看到谢郎庆讲这个 其实你对台湾的尊严 放在哪里 我们台湾不是没有钱 我们本来就自己可以去买疫苗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疫苗呢 你跟他算一算 日本这6万剂送过来的 我们就等于说有340万剂 是日本送的 美国有250万剂莫德纳 然后再加上2万剂的立陶宛 3万剂的捷克 然后40万剂的波兰 我们等于说有635万剂 是各国送的 上个礼拜蔡英文还在脸书 很得意说我们现在打的人超过1000万 那1000万我们有635万是人家送 你政府自己都没有一半 那你这个是什么政府 很多人都在帮忙 包括李秀莲找了两个基金会说 我可以提供3000到5000万剂 结果陈思忠说我们已经过了 民进党政府已经过了 已经吃过了 喝过了 已经贪污过了 那现在你过了 连李秀莲都季节连他的电话都不打给他 人家留电话是要跟你沟通 不要 沈沪雄也是民进党的大佬吧 沈沪雄说我有管道可以买到 一记十欧元 不要 跟沈沪雄讲够了 然后给沈沪雄一个电子信箱 你如果有兴趣你跟这个电子信箱连绕 你看 为什么 因为都在阻挡嘛 所以这些各国送过来 包括现在送来的635万剂 其实民进党政府是很生气的 你们送过来635万剂 我们家的高端就要少打635万剂耶 对不对 他想的是这样嘛 那很着急的是正元法师 沟台银还有台积电 他们买了1500万剂 想方设法到欧洲去追耶 追到我们都提早拿到了 结果我们政府再故意把它偷 从过去偷着不让它 早早买到 要它什么凭证 什么药证 讲一堆 好 那现在人家提早拿到了 又故意说我要检查 要封肩 要怎么样 9月2号买进来 9月23才可以打 三个礼拜耶 真的是整整三个礼拜 这是故意干嘛 就是动这种手脚嘛 所以你让民进党政府 我们 你为了让高端都这两三个礼拜的空窗期吗 让大家现在 哇 德塔来了 赶快 赶快去打高端 然后高端不设防 不用预约就可以打喔 所有疫苗没有这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司马昭之心 就是民进党想卖高端嘛 那你有什么好处 大家来想一想嘛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咱们再陪下了 咱们再次再次时 菜单 真的